欢迎收看我们的生活好幸福 幸福百分百 我是丽鱼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职业妇女 职业妇女真的很为难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职业妇女 可能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 可是放弃了工作又与社会脱节了 今天要介绍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聊聊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都是职业妇女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廖惠英 廖老师 大家好 丽鱼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逸琳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廖立军 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们的邹志军 大家好 要请教我们的廖老师了 就是说这个职业妇女是不是很为难 家庭跟事业要如何兼顾 对 我刚开始在广告公司上班 可是我怀第一个小孩的时候 就 就 放弃了 放弃了我的工作 对 所以就回来带小孩吗 不是 因为那时候实在是接轨得很好 因为那时候他在我肚子里面 大概 我那时候不知道三个月不能讲 所以可能是讲的关系 住了三次院安胎 他一直要留下 对 真的是有准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嘛 后来就 后来那个医生说 你如果不好好休息 这个小孩会留掉 因为工作很忙碌 对 压力很大 后来我就想说 我那时候都35岁了 我就想第一胎 一定要留住嘛 对 无论如何 一定把工作辞掉了 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了 那我工作是高薪嘛 所以那时候刚好就说 你一辞掉什么钱都没有 因为那时候就是 有做生意 有负债一些 那么我那份薪水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 我想说为了他就休息嘛 就休息一个 一个礼 第二天就看到那个 那个真文比赛 就是某大报的真文比赛嘛 结果我就想说 剩下22天结稿 我想说我已经十几年 我是五一青年嘛 写到大学毕业以后 对 没错 但是毕业以后就 我就想说 写作没有办法养家活口 那我就去上班 上班以后 完全没有管文艺这个事情 等于11年没有写 可是呢 我就想说 那我不能工作 又没有收入 然后又负债 然后就什么地方又不能去 到底要不要试试看 就我就想要算一算 结果我大概想了两三天 我就想决定写了 而且剩下不到20天 结果我连写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连写带腾16天 完成寄出去 然后我就不管他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 我完全抓到那个操嘛 谁是谁我都不知道啊 那操完以后就 然后我就休息一个月 那个坐胎就稳了 人家又把我找去工作 所以我又出去工作 所以就拍命就对了 又找出去工作 然后那时候他是 在我肚子里面 虽然觉得负担很重 但是还是一个人 可以拖着一个东西 这样不到处跑 就觉得还可以 到生下来以后 他是很难搓 我手劲不可以拖嘛 就是 每天晚上都哭 而且他不肯睡觉 你把他好不容易烘完了 然后才把他放在床上 马上哭 所以我是这样躺着 把他趴睡 趴在我身上睡 那我自己不敢睡 那有时候会这样 吹起来就是这样 睡去 吹起来会把他摔掉 所以带他非常辛苦 后来那时候就成名以后 连续三部小说拍 拍成电影 就变成电影了 对 所以我就算一算 虽然不如薪水那么多 但是大概可以生活了 我就辞掉工作 所以我算有工作 那也算有职业 但是老板就是我自己就对了 可是老师 你这样子算很幸运 对 所以我这个东西 我常常不能讲出来 因为实在是太幸运了 老师 会不会工作有分静态跟动态 像我们的工作都属于动态 对 都是在外面 就是你必须要出去的 对 要跟不要出去的 可是你知道吗 我带这个小孩多辛苦 当然就是说 他是精力旺盛 所以你要尽量陪着玩 我自己写字卡还画画 教他 他一岁多 我觉得他说 小孩成败定在六岁以前 第一支都是照着书养 所以你就很努力 自己做卡什么东西 然后教他念 边玩边念 然后他就拿了他的 玩我跟我打架 说打仗 然后一下子他就说 你就被我打败了 然后拿了主角 然后我就想趁机 赶快躺在床上 休息一下 然后他突然来 就对你的脸打下去说 你现在又护活了 赶快起来 人类带那个男孩 所以以前很多的爸爸 或是家人 都会不太能认同说 你带小孩 其实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你是恩赐小孩 他都觉得你是在家里 现在小孩子也不大会提亮妈妈的辛苦 当然 觉得是你应该就是要这么做的 像我妈妈以前在演歌仔戏的时候 还要在那边耍刀枪 然后回来还要煮饭 然后还要干嘛 累了一整天回来 我们都不敢打扰妈妈 就觉得她很累了 我是生完小孩的第二个月 大陆就找我去工作 我那时候是小孩自己要喂母乳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没办法过去 我跟到七个多月把母乳喂完 我才去大陆工作 可是你知道在中间为了要赚一些生活费 所以我都会自己就是跑去做秀做什么 然后那个在喂母乳 你知道很难兼顾 真的很难兼顾工作 你在脏奶 然后在台上脏泡想吐 然后有时候像我们这样一录 有的之后单位他会要求重录重录重录 然后一集就给你录四个小时 你已经脏奶脏泡想吐你不敢讲 然后就觉得 然后脏就莫名的失掉了 对 你怎么会那个就是 真的这样 对 然后就你有做好多 还好我们就是垫很厚 让他一直吸母乳 然后你就说 胸部怎么越来越大 然后其实你已经脏到快吐了 你还不敢讲 然后趁中间好不容易休息一尿尿 赶快跑去厕所擠啊 拼命擠 然后擠完那些奶还不能用 还要丢掉你怕不新鲜 所以我真的觉得 职业妇女是很辛苦 不过我想这个职业妇女呢 真的好多辛苦的地方呢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好好聊聊 职业妇女的干苦谈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光接小朋友啊 那时候可能 刚会走路要一岁吧 然后那时候没有儿童坐椅 那我开车去接她 然后女儿就坐在旁边 然后就把它系个安全带这样而已 然后那时候她才刚会站起 刚会走 所以就给我站起来 然后我就边开车说 坐下 坐下 这样子喔 然后我就好难过 我就觉得说 我一个人这样 我又要搞这样的小孩 真的好危险喔 你要开车 对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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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 生活好幸福 今天要聊聊职业妇女的干苦谈 我真的觉得职业妇女 真的好伟大喔 我要请逸琳来聊一聊 你觉得最苦的 或是对你来讲 困难度最高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又要忙外面的事情 又要照顾小孩 又要照顾老公 除了那个任性要够强 然后我发现 其实人如果过忙 是没有情绪的 永远好像什么事情 该做什么 你就跟着 他就跟着走了 好像一个陀螺 一样一直转 一直转 对 但当你把全家人 都搞定的时候 你就瘫在那边 然后就想哭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你们都睡觉了 你们都没想说 你们吃饱了 有没有想说 我有没有吃 我一度会有一点点 没有人会管你 对 会有一点点 这样很难过 然后又觉得说 可是我又不想 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喜欢表演 那就只好 就退而求其次 觉得说 好了 至少 他还愿意 让我们出去这样子 那我们能做 就尽量做 我觉得眼泪 都是往肚子里吞 然后也会 现在回想起来说 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耐性跟我 为什么可以 就这样过去 母爱 对 母爱 其实我真的有一个 很深刻的体会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 都在外面忙 我们真的很难 就是说 可以在家里去料理三餐 所以大部分 我们都是外食族 那我们也很想要料理 可是呢 很多的职业妇女 是真的办不到的 对 尤其是这样 那立军呢 立军是常常自己在煮 我是不用讲 我看我连 因为我没小孩嘛 所以我没有去烦恼到这一关 她小孩是她的狗 她真的 狗很好喂 可是你还是会煮东西吗 我不会 我在台湾是没有煮 因为我们台湾吃这么方便 对 那你说在国外 就一定要学着煮 所以那因为你说 职业妇女 因为我的老公也不在台湾 所以我也不 可能要去拿捏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 纯粹当个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所以在台湾等于 就是很自由的 就很自由 很好命 只要妈妈弄好 这样就好 那我妈妈也很随便 就是反正都是苦过来的 吃都青菜 都是这样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所以其实你在台湾 反正是很幸福了 因为你回去之后 妈妈就都煮好了 对啊 妈妈是没有煮 就是外食 也是跟你讲的外食 因为在台湾 我们都是职业妇女 就是以工作为主 然后吃就是方便 也就方便就好了 偶尔在家里就是炖个汤 所以咯 可是小孩小的时候 我都有主耶 你都有主 我都有主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什么都做 而且呢 他说故事 而且 而且儿子练台拳 学英文 他们两个都学 三月钢琴什么东西 都是我带的 都是你这样亲自接送 对 都亲自接送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光接小朋友啊 那时候可能 刚会走路要一岁吧 然后那时候没有儿童座椅 那我开车去接他 然后女儿就坐在旁边 然后就把它系个安全带这样而已 然后那时候他才刚会站起 刚会走 就给我站起来 然后我就边开车说 坐下坐下 这样子喔 然后我就好难过 我就觉得说 我一个人这样 我又要搞这样的小孩 真的好危险喔 你要开车 对 坐下坐下 坐下 吓死我了 发现我身边的女性朋友 只要有孩子的女性朋友 大部分 都是为了小孩 暂时把工作停下 因为真的很难两边兼顾 那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他可能在生活中 他想要给小孩好一点 每个都是把积蓄 从这样子 对 花花花到没钱 对 然后当你还有点钱的时候 钱是胆 你讲话可以大声 然后你跟老公 可以稍微有点那个 可以谈判 对很奇怪 可是当你花到没钱的时候 很多到最后婚姻会破裂 就是因为你也没钱了 然后你也没能力 你开始没安全感 你开始会跟老公说 我要什么 老公反而会觉得 是你在计较 你怎么开始会计较了 到最后 走到最后就是都结束 除非你遇到另一半事 很能体谅你 知道你为这个家 付出非常的多 然后互相去分担 家事 然后小孩子的开销 都愿意帮忙分担 我觉得那种 然后女人 其实不是没能力 想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女人 都应该再出去工作 对 可是我那时候 接得上接不上 对 就是很难接轨 因为其实很多同学都接不上 但是我要讲一个实例 我现在讲 就是我一个朋友 就是到最后他 花了九年时间 他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他老公也 在外面有外遇 然后他开始钱也花光了 最后你知道 我们会不会担心 没办法接轨 对不对 我觉得他非常棒 他在这个最后那一年 他第九年的时候 他意识到那个危机的时候 他就去学 因为他以前是做幕后的一些 他文字很好 他就去帮人家写剧本 那他先去学 他这一年 他就已经边顾小孩 边去上课 学这种写剧本 他发现他自己 是可以写剧本的 然后学了这一年之后 他终于觉得 他自己可以开始接案子了 他就直接跟他老公翻脸 出来 然后他才开始活着像自己 终于接轨接上去 不过他算是幸运的 因为很多的其实 就是 带完小孩之后 他出来 他不想要干嘛 没有 我的同学 所以本来当到财务经理 他生了一个小孩以后 就要先休息 那么休息以后 他老公就很讨厌 就故意跟他讲说 我们只有一个小孩 你要再生一个小孩 最好生一个女儿 那也不一定 不会生一个女儿 对 然后一直吵 一直吵 然后他就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有甲状腺的问题 所以生小孩是很高的危险 而且他年纪很晚才结婚 生第二个小孩已经40岁了 他也为了这个婚姻就怀孕 而且如愿生了一个女儿 那女儿就请了一个大陆的保姆 来看 然后他先生就 他先生是怎样 拿两个博士三个硕士 但是永远没有工作 他每次去工作一个月 就说老美欺负老宗 所以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眼高手低 对 所以就是他在养家 那么他后来 那现在两个都没有职业怎么办 他又不能回去 他只能做casual 结果他就 他老公说 那个mall里面工厂很多 你去开一个冰淇淋店 非常赚钱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呢 对不对 他叫他去开 然后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 叫他要烧饭 然后不烧饭的时候 半夜把他骂起来 就是一直骂他 那他一直 简直把他当超人 对 最后他自己主动受不了 主动提出离婚 但是因为钱都是赚的 房子 那个房子有100多万 刚盖的 结果他先生就说 那我要一半的钱 另外现金先付一份 所以他分到的钱 在Las Vegas 可以开两家日本料理店 你看多棒 所以离婚了 所以没有 所以离婚了 为什么呢 他后来他都不知道 他一直觉得说 他对我这么坏 为什么晚上要把我叫起来骂 他觉得他应该有女人 但是想不出是 他的女朋友是哪一个 对啊 那后来女儿有一次 女儿婚给先生 女儿回来的时候 他在剪那个 就把他先生的照片剪掉 他女儿突然说 这个就是爸爸的阿姨 就是那个 晴天霹雳 就是那个保姆 好了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所以不管你是职业妇女 还是家庭主妇呢 其实就是要多爱自己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发现我儿子跟我的互动 就变多了 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些甜言蜜语 然后甚至会 只要看到你打扮漂亮一点 他就会说 妈妈你又要去大陆了吗 我不能没有你 你知道吗 就是 他现在才快满六岁 然后他三次会跟你说 你今天好漂亮喔 我好爱你喔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会觉得 你知道吗 你失去了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却可以拥有 他好多的爱跟互动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 生活好幸福 你要当一个家庭主妇 还是一个职业妇女呢 我相信呢 都是有各种辛苦的 那刚才老师跟我们聊了很多 那如果老师 你重新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当家庭主妇 还是职业妇女 我想我不会结婚 好劲爆的答案喔 对 我想我不会结婚 就每个女人都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 那要不要有小孩 也不要 不结婚就不要有小孩了 其实现在有很多啦 没结婚也有小孩 当然不是说我们鼓励说 不要结婚 有很多像我周围的很多姐妹 其实有那种不婚主义的 有 那把自己过得很好 而且很精彩 对 但是我觉得小孩 为什么我说我不结婚 也就不要小孩 你不结婚就 几乎不会有爸爸了嘛 对 我觉得小孩这样就是一个缺憾 然后我觉得小孩是 永远的一个负担 不管他多大 你永远要操心 真的 我觉得我不想过 再过操心的日子 真的 从在娘家就一直操心 操心到现在 这个年纪的还在操心 如果让你选择呢 你要选择一个家庭主妇呢 还是职业妇女 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是个女强人 要是要我回头再选择 如果我的经济是OK的 我会想做家庭主妇 因为我好像觉得说 因为你职业妇女 你很多 跟小朋友的那个相处 我觉得现在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没有那么轻视 因为你小时候 没有用那么多的心 跟他拉近 然后你现在好像 有一点闲 有一点钱的时候 才好像可以 要慢慢跟孩子 可以拉拢的时候 可是你就会发现 你们还是有距离 对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经济能力可以 我会希望做个家庭主妇 我可以陪伴我的孩子 然后我可以多爱我自己一点 我要学什么 我就去学什么 我不会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像老师可能就放弃了去 去念书的机会或是什么 就是重新选择 我只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 好像才懂得说 爱自己这样子 没办法 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但你没有去经历的时候 你会想要去经历那一段 对 就是这样 你尝到甜头也好 尝到苦头也好 起码你就知道 你的酸甜苦在哪里 你哪边可以撑得住 哪边可以撑不住 像我就好 我是没得选择 我也不用选择 我也没有资格选择 为什么 真的啊 因为他从小是 因为我没有小孩子 虽然就算我结婚了 我想当一个家庭主妇 可是我觉得当家庭主妇 也不适合我 因为你不可能说只是雇老公 你雇老公你的压力也很大 你每天要看他那个嘴脸 又要吵架 又要干嘛 又造成婚姻问题 要吵办 所以 吵架要吵吵办 我是习惯从小就是当一个 就是出来工作 所以我还是习惯 当一个职业妇 可是比方说你小时候 是不是因为可能是 爸爸妈妈都是细班子 所以你逼不得已 你也要从小 我觉得好像是跟个性 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个性 其实我是一个超赖皮的 我只要今天像我 我只要崇拜这个人 他讲的话我就会听 我就会觉得说 那好 快点打仗了 你去 我在这边帮你 我支持你 我是这样子的人 我会躲在后面 我的个性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恩 譬如说我在事业起飞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也同样 当然也请保姆帮忙 但是他当然很辛苦 也耗费了很多 我想就是付出了很多代价 当然 可是我觉得现在两个孩子 都很亲密会跟你讲话 当然有时候就是 也会 什么要求都会来找你 有什么困难 什么或什么都会来找你商量 我觉得各有利弊也我很难选 我觉得都是美好的回忆 当我努力在赚钱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银行的存款 越来越多越多 那个感觉很 好有安全感 很棒对不对 看到数字增加 对就很有安全感 你想做什么 你想要带小孩干嘛 你想要给他好生活 你都有能力 你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那相对的 在我去拼事业的同时 我失去很多跟我小孩子的互动 四年后我得到报应了 我脊椎不是受伤吗 然后我现在这一年多 都自己在雇小孩嘛 我就发现我专心雇他 没错我的银行的钱 可能越来越少 然后我开始会做家事 会主办 会跟他有互动 然后带他上课什么 我全部妈妈会做的事 我已经在一年多 全部都学会了 然后我发现 我儿子跟我的互动 就变多了 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些甜言蜜语 然后甚至会 只要看到你打扮漂亮一点 他就会说 妈妈你又要去大陆了吗 我不能没有你 你知道吗 他几岁 他现在才快满六岁 然后他甚至会跟你说 你今天好漂亮喔 我好爱你喔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就会觉得 你知道吗 你失去了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却可以拥有他好多的爱跟互动 你得到那种 你平常在赚钱的时候得不到 无价 对无价 可是你带着他的时候 你又没办法工作 就是银行钱越来越少 又会觉得 好没安全感 我觉得各有利弊耶 我不会讲 现在你让我重选我还是觉得 不过子君是真的很伟大 他真的从一颗荷包蛋 就不会煎到现在可以做一整桌的满汉全席 是我妈妈伟大 我觉得她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 真的 就是这两年放手 她是你最大的后盾了 对 不过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呢 不管你是家庭主妇也好 你是职业妇女也好 其实就是要多爱自己 那也请我们的来宾呢 给我们的电视机关的朋友呢 一句呢怎么样爱护自己 怎么样爱自己给一个正面能量的话 如果是你是一个职业妇女的话 你在选择丈夫的时候 要选择一个非常尊重你 那么你为她做的事情她都知道 那么我想你可以也从里面 可以得到很多人生的价值 那女人呢一定要先爱自己 先肯定自己 最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 那么家庭主妇也可以有自己的经济能力 你可以跟丈夫说起说 我一个月要2万块的工钱 最少这是我应该要得的 好 那逸琳呢 对 我觉得你在为你家人付出的同时 真的要想到先爱自己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 那重点是不管有没有钱 我觉得一个知足很重要 对 知足 你要在现有的环境去享受感动这一切 好 丽君 欢迎做感恩收 对啦 欢迎做感恩收 不管你要选择职业妇女也好 家庭 主妇也好 尽量去一个平衡 平衡 然后让自己快乐一点 开心一点 充实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对 好 知君 我现在也是觉得觉得是 妈妈很伟大 但是不要忘了爱自己 真的 就是把自己身体顾好 等到有一天你的小孩长大 他开始有他的生活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享受你自己的人生 嗯 那总之呢 我们到这边呢 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呢就是都要多爱自己呢 要给自己每天呢 都是满满的正面能量 那我们节目呢 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